二、一、请接牌 台湾一台海名为 教育德育务理健康学院 校育昌龙 画面上是经国管理健康学院 更名接牌典礼的会场 在各界领袖及校友的共同祝福下 完成了这个隆重的接牌仪式 未来就是更名为 德育护理健康学院 其实德育过去以来 就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品牌 那今年来改制以后 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考量 那其实德育培育护理人才 本来就是很强在这方面 那台湾可以看得到 长日照都会有需要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做了一个 正确的一个调整 那我非常的支持他们 我们学校可能最近觉得说 他们要凸显他们过去的特色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让我们基隆有一个专门培育护士护理师的一个 这个专门的学校 再次凸显他们的专业 我觉得这个是会对 不管对招生来说 还是对基隆士来说 吸收我们的外县市的小朋友来这边就读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 像我上次在台大 或者在我们的布立基隆医院等等 都遇到许多金国毕业的护理系的学生 那也是我教过的 那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工作场合上 非常认真的帮忙台湾人民 打赢了这一场防疫的战争 我们的金国管理学院改名为德育之后 迈向另外一个光辉灿烂的年代 我在金国学院已经毕业16年了 德育在基隆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只要一讲到德育 大家现在还会讲德育护专 其实比较少会讲金国 因为讲到金国就只想到我们餐饮系 不会联想到我们很棒的护理 会场上的另一个焦点 就是敏胜集团跟德育护理健康学院的产学合作 未来要为台湾培养更多的护理健康人才 那敏胜除了医院还有长照 还有见诊还有药局 我们现在还有餐饮跟旅馆 我们的发展相当多元化 所以我们最需要就是人才 跟学校合作以后 我们学生以后的毕业次数就很了解 可以他的毕业 就可以到敏胜还有一个医院 还有长照 还有药师 还有见解 所以学生的次数会比较短 毕业之前我们就希望 藉由师长们同学们 到我们企业来实习 或是观摩 多做一些了解跟交流 对我们企业多做一些了解 了解之后在理念上面 跟在专业上的发挥都能够契合 这样就很能够形成将来在就业上面的一个安排 透过产观学的共同合作 德育专注在健康长照方面向下扎根 找出明确的定位 相信对基隆未来的长照护理 与健康促进的人才培养 能够更上一层楼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